總督瑪麗西蒙今天宣布 查理斯皇柱及夫人卡米拉將於5月到訪本國 而女皇則透露感染新冠令自己疲憊 唐紀蘭報道 總督瑪麗西蒙今天在聲明當中宣布 查理斯皇柱及夫人卡米拉已經接受本國政府邀請 將於5月前來本國進行為期三天皇室訪問 屬於女皇白金禧年慶祝活動的一部份 行程中會停留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 厄泰華和西北地區 西蒙說兩人今次的訪問 是讓本國展示多元化和包容社會的機會 總理杜魯多也說期待兩人到訪 另一方面 女皇伊莉莎白二世近日和倫敦皇家醫院的員工 進行視訟通話 首次談及自己確診新冠病毒後的感受 95歲的女皇在夜月確診新冠病毒 當時白金漢宮說她只是出現輕微的感冒症狀 女皇將會於4月21日迎來96歲的生日 如果有刺痛回答案 SPCIE先生的精神 4月30日